我是Chris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香调 它叫做桂花 那今天呢有三支香水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它最近才刚发行的 它是一个来自于法国品牌 它的母公司呢是Mima Paris 然后它呢有第二个品牌是这个牌具 然后第三个品牌呢是这个Hermatica 这个五酒精的香水 那主要是这一支的介绍 它是一个日本牌具香水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的特征呢就是一个很浮夸的一个瓶盖 还有后面有三行的牌具 它以这样的灵感油画跟牌具的灵感 然后做成了这一支香水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色 它的牌具呢在它的品牌后面有写哦 你可以看一下哦 它是美丽的彩虹蝴蝶 哦好年轻常住于我心 就是这三个牌具呢 做成了这一支香水的香调 就是形容一个年轻人该有的一个心态 你可以看它的品质非常的漂亮 有彩虹色堆叠 然后中间这个黄色呢 是象征桂花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那这一支香水 它顾名思义 就是有西瓜 桂花 还有茉莉 这三个香调是官方所公布的 那其实呢在我个人使用中 我觉得它应该会有鸢尾花 莲花 还有一些色香的成分在里面 那这支香水呢 我个人觉得哦 它 它的味道 大家对于西瓜有什么感受呢 它就是会有一些水样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瓜味 这样的堆叠产生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那如果西瓜结合了桂花 它在它的前味呢会比较 就是瓜味水深感比较明显 而且这个瓜味呢它会强压任何的花卫的一切 可是这个瓜味随着 如果你适应这样的味道的话 随着时间的过去 它其实这样的瓜味水深感 它会渐渐的消退 然后有一个田桂花啦 田茉莉啦 然后花香啦 田兰花啦 比较 比较可爱的 一些比较纯粹自然的花香 它会从皮肤上浸透出来 就很像年轻人 我们现在看年轻人会有什么特质 它永远是无忧无虑的 天真无邪的 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对每一天都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快乐 然后以自己的热血心肠 来面对对未来的一个挑战 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那刚好呼应到这支香水 它就是西瓜跟桂花的结合 就是一个挑战不可能的花卉 做一些在心态上呢 让自己非常的 宇宙不同 非常的阳光正面 然后面对未来 这支香水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那它在桂花的呈现上面呢 我记得当时我就因为它有桂花成分嘛 我就倒桂上去试了这一支 我一试 嗯?桂花、西瓜、茉莉 其实还蛮明显的 其实这三个是我个人呢 非常喜欢的一个套路 那那个时候桂姐就跟我说 你不用急 那我建议你呢 你可以先去绕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前中后的变化 然后再回来 我就听从它的建议 然后去约绕 水水的西瓜的味道 渐渐的渐渐的消退之后 那个甜茉莉啊 甜桂花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要的 还蛮棒的 就是很年轻 可是它不厚重 因为它那个西瓜的感觉 水 西瓜水啊 西瓜的凉 把花香的那些甜蜜感 稍微综合了 所以更变得非常的轻盐服贴 那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要的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可以使用 就是蛮中等效能 不会很干扰别人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很愉悦 感觉你一碰了就年轻 五到十岁的感觉都有可能 这支我还蛮喜欢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感觉 它对你来说太甜的话 其实这个 这一支啊 它的名字叫做 Multilutos 就是我把它翻译叫做 又曼莲花 这个牌子 Hammatical 这个 这个牌子 其实这两支的香调 它们其实很类似 那因为它 它其实在我身上 花香感不会那么的甜腻 比它来说轻盈了许多 或许你可以考虑这一支 所以我来排序的话 这一支是原型 这一支是比较急 那这一支呢 Bikini的这一支呢 我也联想到它们的套路哦 如果你希望这一支 再加强它的厚度的话 其实Bikini的这一支 Google 公贝这一支 好女孩变坏 好女孩变坏的这一支呢 它会是属于 它们这样的味道的 最高级版本 这三支 同一个套路 那我都推荐给大家认识 如果你喜欢哪一支 就自己试试看 各取求虚哦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介绍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